不管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 它们在我们现如今的社会里是离不开的设备 学习的时候需要它 上班的时候也需要它 娱乐的时候同样需要它 可是你知道在1975年的时候 电脑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国外一名老外就做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从1975年到2020年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975年的电脑 看上去造型非常的傻 而且还很笨重 屏幕更是小的可怜 而在前几年的发展和改变中 电脑屏幕的改变不算太大 主要就是给电脑减重了 直到后来当机身薄到一定程度之后 电脑的屏幕才开始慢慢的被注意到 变化的也快了很多 到1988年开始 慢慢的形状接近了如今的笔记本电脑 并且不断的改良它的机身 以达到让它的颜值更高的目的 当然性能还是第一位的 直到2020年的机型已经略显科幻了 当然这是对比之前的那些电脑 不少网友觉得这发展速度 真的是做火箭一样 毕竟从1975到2020 也只不过是45年而已 连半个世纪都没有 而当把它们浓缩到这一分半的时间里